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女孩 因贪便宜住进一间公寓 睡了一夜后老了几十岁的故事 魔力蕾丝店 故事一开始啊 一个老奶奶正在试图从窗台逃走 临走前呢 她还向屋内做出一个鄙视的手势 但是屋内并没有人 那她这是在向谁挑衅呢 刚做完手势啊 老奶奶就掉下了楼 好在她的脚勾在了布条上 这才没有酿成惨剧 就在这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老奶奶竟然被绳子拉了回去 画面一转 公寓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安娜 安娜来这里啊 是找前男友复合的 公寓除了老旧一点之外 又便宜又宽敞 安娜对这里十分满意 一听她说满意 公寓管理员急忙掏出了合同 一旁的老奶奶 也急不可耐地递给她一支笔 仿佛只要安娜签下合同 她就可以中大奖一样 安娜并没有对热情的俩人起疑心 立马签下了合同 她一签下合同 老奶奶就开心地背上行囊离开了 随后管理员将钥匙拿给安娜 安娜开始马不停蹄地 收拾自己的心窝 她先是将墙刷上新的油漆 随后将屋内老旧的东西 全部拿去扔掉 把坏掉的水果换成新鲜的水果 但是很快呢 诡异的事发生了 刚刚被她扔掉的旧东西 很快又回到了公寓内 新摆上的水果也快速地腐烂 就连墙也重新变成老旧的颜色 安娜只好重新收拾了一遍 但不管她怎么努力 房间始终很快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第二天安娜从梦中醒来 惊讶地发现 自己看上去老了十岁不止 她这才察觉这间公寓不对劲 她赶紧将钥匙还给管理员 说要搬走 并表示会去举报管理员 谁知管理员一副 并不怕她举报的样子 淡定地指着合同上一行 用放大镜才能看清的自说 如果不找到新的租户 她就不能搬出去 实在没辙的安娜去找了医生 想鉴定是不是自己的身体 出了什么毛病 医生却说呀 人上了年纪 是会长皱纹白头发的呀 可是安娜明明才25岁 她掏出身份证 想证明自己的年龄 却发现自己的身份信息 变成一片空白 这一切的一切都太不正常了 晚上安娜不敢回到公寓 于是去了酒店 可是一夜过去之后 她竟然老了几十岁 头发花白 连牙齿也脱落了 她赶紧回到公寓 问管理员是怎么回事 管理员说 逃得越远 老得就越快 除非找到人代替她住进公寓 但安娜并不想牺牲他人 来拯救自己 即使是自己最讨厌的人 也不行 说完 她回到公寓 并准备烧掉它 还没点燃火呢 她的喉咙 突然被凭空出现的 蕾丝卡住 好在管理员及时救助 她才没有翘辫子 管理员说 附近的小学 曾试图孤立这栋宅子 但那里的学生 一夜之间呢 就变成了老人 所以不管做什么 都没有用的 绝望的安娜 找到了自己的前男友 但前男友并没有认出苍老的安娜 还有了新的女朋友 看着俩人幸福的样子 安娜十分失落 回去后 她变得十分的颓废 神奇的是 公寓竟然为她准备了食物 为了安慰她 还放弃了音乐 但安娜并不领情 她将食物倒进了垃圾桶 没过多久呢 安娜就老得不成样子了 这时她发现了一个更恐怖的事实 她的身体呀 只剩下一副躯壳 而身体里面 已经全部变成了蕾丝 她终于下定决心 找人代替自己 但新来的租客 居然是安娜的前男友 和她的现任 看着俩人恩爱的样子呀 安娜十分不仁 就在他们准备签合同的时候 安娜将咖啡泼了过去 并赶走了俩人 随后她让管理员 将公寓从外面锁起来 并嘱咐她 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不要再回到这里 管理员照做了 而独留在公寓的安娜 最终被公寓所吞噬 最终 沙发上留下了安娜的颜色 这个故事呢 披着奇幻恐怖片的外衣 看似荒诞不惊 却侧面反映出一个革命故事 雷斯电和公寓啊 是旧制度的一种象征 而安娜和之前的其他租客 代表新兴的革命者 在革命者试图打破旧制度时 必然有人妥协 有人牺牲 一个革命者的牺牲呢 不一定会推翻旧制度 但一定会对旧制度产生 哪怕一丝的影响 于是沙发上多了一抹颜色 而这也象征了 革命最终能够胜利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